马其一张备份评定郭德纲 这事我高兴 所以没验的错误 郭德纲是不是这样 我一再说 这书上写的高杨凯是我们师兄 丁文生我不承认 丁文生你们都是出山冠书的 他跟习和有什么关系 说看山冠书他媳妇干是花药宝 那我都不知道 你就算连字了 郭德纲说曾字了 所以还有人问我 您怎么不叫马曾什么呀 都不认得我 你还喷我 所以几位小观众啊 看点别的店 节目做着舞蹈 甚至看着那个 嘿 更有意思的大姑娘 不要瞧我 瞧我赌筋 你先把鸡蹭回去 说到这儿呢 我有点站在本行里有权的说 我高取义啊 我就这么说 我16岁进入这行 现在快发账了 一直没力了点 我是专业的 比一般人呢 知识多点 我要权力平定 所以啊 希望几位小观众啊 你在学业学业 在封封知识 比如说下边要谈一问题 我要谈呢 这个对一个叫什么呢 公式化降识问题 我也说两句 因为我有权力说 第一个我不是说降识的 我可以是评论的 我客观的谈谈这问题 24时之后 说打人的事 我大致记忆力 您听听 是不是真的 说 服装团队在到何柏林 戴小子眼 何柏林 我看何柏林 算了吗 他出来这儿 虎子帽子 两张多长 他出来了 马屁那儿喊口号 我打到何柏林 何柏林躺上了 你不打我就倒了 我一看那瞎变 就大伙子对这个演员 给编故事 我都见过 摇摇报纸之间的 这是您说的绯闻 难不如 那时候小包一天那文 六亿多张 谁愿买 二五年印章 这传说的打人 其他没有传说 但是马屁在艺术上 他是自成一派的 他也不穿大褂 他穿制服 找调教啊 青青小八路啊 很有影响 那么我们团 派出人跟他瞧 就派出金兵典子 春菊双双双双双 要跟马屁学习新的 不求侯老师这一套 侯老师这一套咱们俩有 王教室这一套做会 起来了 就分出两拨 一拨挨斗的 一拨斗人的 挨斗呢 做的就是几个 有九九点的大人物 大 大神成都 大屁股子还大 第一个大的团长白凤明 少白派的团人 精英大股 你说上你们蠢子也不知道 你们还精英大股 你们精英大股 就是王国 白凤明唱歌好了 第一 第二 马连凳 就是我父亲 是袁复明 我就说 我要再不说他的名字 就说马老了 第三个是侯主任 侯不灵害的 那道主底呢 没走 那就是那马出怀 跟唐建东 还有一个师叔叫教练俩 还活着 你要访问 赶紧拿出人 找他 还没死的 还九十 他能知真实情况 就当时怎么到的 每天 教他 老师 他曾经带人 上我们家造反去 中午我爸爸回来了 我妈记得 这是我 这你爸不回来 待会儿找人家一团 回来了 他黑棒 就这样 我跟他打起来 这是我多年不理他 我叫你 我叫你 无欲 无求 就无畏 打出来 无欲无求 而无畏 第三个 就是老汪以前 说的所有的话 大家都说 我歪嘴 胡说 我还真是因为歪嘴 还捏着呢 听完了 马其大爷说的话 你们现在就知道 我还留着情面 一切都坐实了 今天我就 今天给马老爷的压力 老爷的刚才是 不敢 旁边有人拦着 不让说了 仓促下播了 然后些视频都下架了 好 你们去告老爷子吧 你们告老爷子 我拿着家里头 我爹留下的那些个 小小的宝宝 我替老爷子出庭去 大家通过联系上下文 是不是越来越明白 我说的话 侯宝林大师 过世之后 出现的所有的事情 已经60年代 到93年 侯爷去世 到后来 这一切所有的事情 是不是都对上号了 老汪说那句话 到现在还敢再说一遍 爷爷们打下了相声的江山 给子孙后代留下了饭 叔叔大爷们 把这行彻底搞砸搞臭 把饭给我们弄没了 这话我说过十回 大家现在明白了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 讲话得很 我是开点个公司的 很多事都能够出现 无数个版本 很多事能够迅速 人设崩塌 有的时候能够迅速 人设翻炮 这两天放口浪尖了吧 二叔我跟你出个主意 带着一堆记者 带着一堆直播 左手 拉着何云伟 叫何伟 右手 拉着妞妞 或者拉着 拉着 或者拉着 拉着 拉着 后云 今天晚上 就此时此刻 德云社正在跨年晚会 直接 我是你二大爷 直接买碗花 让何伟带着 直接奔后台 何伟华到北战 直接奔后台 我不信谁敢拦着 谁敢轰出去 然后 二爷说一句 德纲 二大爷 今天过年了 马上就翻篇了 新的一年来了 二大爷来看看你 今天我把小伟 给你送回来了 小伟 给师傅归 立刻翻盘 就这一招棋 一切翻盘 坐后台 还是大倍 我也没低头 郭德纲跟王伟两口子 还得一愣 然后立刻就得满脸对笑 哎呦大爷 咱们一家的没有啊 我们两口子做不对的地方 您可别往心里去 这才叫人情世故 这才叫江湖 不是没事 大大下下 所以兄弟们 有事啊 就跟你安哥说说 我有的是主意 我黑板不睡觉说 我妈说我就是算天星 何伟要不愿意 你抠诉 两头得好 我这一招几头都得好 真的 我这一招几头都得好 几头都高兴 最近网上爆出一件事非常有趣 曲艺名家马奇在直播里谈到 张文顺老先生算不上艺术家 只不过是业余说相声的 马奇先生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是因为嫉妒吗 有的他晚上说张文顺大师 我就不同意了 你把我同意捧那大师 你胡说八道 你拉样片有那么多话 你捧我可以 捧甲我做你 说你捧甲我做你 他说是一个演员 业余的 说的不错 后来支持郭德纲的生意 还有现在得人受 但是不是他 你们的一个说张文顺大师 谁告诉你呢 郭德纲也不敢说呀 你们得谁叫这大师 什么侯爷文了 侯爷华了 这都没有大师 你好 大师只有我们那个 两个主任 侯主任高主任 我们回顾一下曲艺姐 很多人都被称为 艺术家相声大师 那么标准是什么呢 有些人是按年龄推算的 很多网友都认为这不正确 称艺术大师的标准 是艺术而不是年龄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 就算是后才发生了 都是家山人本身是 按钮的 有名人 当然 精彩的